当地时间4日下午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 抵达位于纽约曼哈顿下城区的 曼哈顿刑事法院 出庭接受传讯 据纽约邮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称 在特朗普出庭后 曼哈顿大陪审团 对特朗普的起诉书也已公开 起诉书指控特朗普 犯有34项伪造记录的重罪 纽约邮报报道称 这些重罪指控 意味着特朗普面临的最高刑期 有可能达到136年 英国天空新闻报道称 根据纽约州法律上述指控加在一起 最高可判处136年监禁 而如果特朗普在审判过程中背叛有罪 刑期几乎可以肯定会远低于136年 纽约邮报报道称 特朗普4日在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内 对检察官布拉格提出的指控 做了不罪辩论 大约一个小时后 特朗普离开曼哈顿刑事法院法庭 他将于当地时间4日晚20时15分 返回佛罗里达州的海 并在此向媒体发表讲话